好 今天立凡表決這個副議案 所以青鳥藍鷹在場外分別來聲援 另外青鳥說要繼續抗爭 全力罷免 要罷免 另外說還看到納粹旗 所以民進黨就說 你看那國民黨搞什麼 國民黨不是我搞的 這個納粹旗拿來的 叫做德國救馬克協會 什麼意思呢 說他們訴求是索討第一次大戰 世界大戰日本從德國取得的 不記名德國救馬克公戰 大概台灣有不少人買 當然日本 日據時代叫台灣人買 買了以後我們現在馬克沒用了 所以就要把錢還給我們 所以要索 國民黨跟沒有關 跟國會改革沒有關 王宜川謝謝青鳥守護民主 所以就讓藍白廳民意懸崖勒馬 民進黨秘書長李永昌也說 全台宣講不會停 繼續趕下去 另外柯建美說民眾黨不要騙小草 民眾黨白旗降下應該改成小藍旗 就剛剛講的就說他們是小藍 林卓水說很震撼 說奇怪 你卓榮泰跟民進黨說 說過去民進黨許多的調查權 秒釋國會的提案 民進黨掌握多數八年都沒有通過 是因為有違憲之語 因為很多人講 民進黨以前不就這些提案嗎 你過去八年都不會多說不通過 他們認為是違憲 林卓水說 當時陳水扁 謝長廷 林佳龍 顧立雄 都是憲法白痴 會提個違憲的案子出來 現在才被你卓榮泰跟民進黨團發現 他覺得太震撼了 搞得半天原來民進黨這些法律前輩 都是白痴 都是白痴 好像也包括老沈 老沈也提了案子 我看到一個案子 也是他那時候跟陳水扁 一起提的 也是要改革國會 反而跟國會 1993年 好不好 藉著副議先內戰 《中國時報》是不是能說是 民進黨執政失敗的序矩 就是說先副議 然後搞得藍綠對決等等 另外青鳥行動 反對提高半美門檻 國民黨藍英也說要罷免綠 民進黨委員 什麼意思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選罷法 對有些目前的 比如說單一選區的立委 是很不公平的 你可能當選要超過一半 罷免可能超過四分之一就可以 所以有人建議 就修法 落選的票 就是罷免的票比當選票多 我10萬票當選 怎麼5萬票就罷免了 但是國民黨也沒有不敢提 所以就是說社會氣氛不好 所以修法的話 可能會被人家罵被人家笑 我們看一下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辦藍綠行動 號召支持者621上街頭停改革 我覺得台灣不要玩對立 看得心很痛 拜拜 加油 拜拜 加油 藍綠行動現場 還準備了五六千支的國旗 分送給支持者 沒有監督 不是民族 力挺國會改革 我們國會改革無法 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官員不能說謊 藍綠的支持者 讓青島東路一分為二 在畫面的左側是藍綠現場的行動 而在一階之隔 右手邊天橋的對面是青鳥行動 就怕兩邊的支持者產生衝突 周邊有五百名的警力部署 青鳥藍鷹各自號召的支持者 集結場外聲援 十字路口四邊都有警察作證 就怕雙方一不小心下路相逢 要突破兩岸前一前二 能力的勢力 兩駕駛 民團在立法院的周邊 繼續舉辦的公民論壇活動 還會隨著立法院內表決狀況 隨時召開記者會 藍鷹集結的街頭出現了納粹旗 警方現場警戒 青鳥現場則有民主聯絡牆 上面滿滿的藍白立委頭像 讓民眾以變條紙寫下意見 另外藍鷹行動用動畫號召英文翻譯 Blu怎麼多了一個I 念成的Blu 難道是要藍鳥通通不留嗎 臉書粉專Next逆襲 則稱英文拼音沒有錯 中間是一道藍色閃電符號 王定宇的版本可能被惡作劇了 這個聯合報的社論 就語重心長 覺得說賴清德這樣子搞這個鬥爭 是他的執政失敗的前兆 但是我覺得賴清德根本不在乎 他的執政是成功還是失敗 他只在乎的就是說 如何逆轉現在民進黨 在國會居於少數的 這樣子的劣勢 他只要謹守住 他的40%的選票的話 他就可以一路到2028 甚至於還連任也說不定 因為如果只要是柯文哲 他堅持是參選下去 還是一個撒喀都的這個局面的話 很可能有這樣的局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 就是說民進黨他就是抗爭思維 因為如果說是要這個 真正的是為台灣好 真正為了台灣的 民主的強健的話 國會本來就應該要有 這些的權利 如果說國會不需要有 這些權利的話 為什麼民進黨 在這麼早期的時候 陳水扁 謝陽庭 包括沈大佬 他們都主張 應該把國會擁有的 這個權力調查權也好 聽證權也好 讓國會足以形成一個 可以監督 制衡行政院的力量 就是 但民進黨現在非常的輕易的 就是把卓氏而金飛 然後很順口的就把一個紅帽子 就扣在這個藍軍的頭上 像今天林又昌一大早到立法院去 給民進黨的立委加油打氣 他就說這個傅崑奇去了中國之後 這個就變樣了 台灣的民主就變樣了 可是這麼簡單的 這麼簡單沒有嘗試的講法 還是被所有的民眾 民進黨的支持者的民眾買單 他們就像是大佬所說的 他們就是一路要站到明年2月 我現在這個覆議案沒過 覆議案沒過 然後總統公告了之後 我就是申請釋憲 申請釋憲的時候 同時也申請這個暫時處分 他在這個暫時處分做出來之後 到釋憲的結果出來之前的話 你就算通過了這個法案也沒有用 就讓你也動彈不得 然後就一路打 打到明年2月的時候 我就來開始動這個罷免 雖然說罷免是一個相互毀滅 但是因為兩邊差距的席次是很少的 就是說綠營要罷免藍營的這些立委 幾個立委 然後藍營也會罷免綠營的立委 但是它就是一個廝殺戰 一個肉搏戰 我們綠營只要拿到一兩席 他就可以翻轉了 然後就一路殺到2026 我覺得這就是民進黨的盤算 這就是賴清德的盤算 我覺得這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是談罷免這件事情的話 不會只有國民黨的立委有壓力 因為這是今天在外面行動的照片 看一下 不知道拍不拍照 雖然有一點點小 這個民進黨很多立委 尤其抽恩值很高的 也是被貼了滿臉的貼紙 所以說有可能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確實有可能變成血流成河的 這個惡鬥之士 當然我個人認為選拔法現在這個門檻 是確實有修改的必要性 但是如何來在修法的過程中 有更清楚的論述 要怎麼樣把這正當性建構出來 我想這是黨團要做充分的準備 你再來發動修法 你才有可能是有個相對健康 而且理性的討論空間 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在前面幾個法案 有的時候衝太快 然後反制來遭受輿論的壓力 這件事情要學習教訓跟經驗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未來在推動法案的時候 我們會更加關注 我認為是要客觀上來講 要更加關注也在乎民眾黨的態度 因為今天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的副議案剛結束 可是我們收到的消息是 今天原住民的禁法補償條例 行政院又要再提副議案 很有可能未來 沒有 沒有嘛 那我鬆了一口氣 但是我會擔心 尤其是政治對立性很強的法案 如果行政院再提副議的話 副議的門檻就是過半 所以也許民眾黨在審核法案的時候 他可以透過維持中立的方式 做一種表態 可是萬一送回來的時候 大家終究要表態 換言之這個東西要影響 我們的立法節奏跟攻防的順序 我認為也要做謹慎的來做思考 那今天的人場 我常常講說 國民黨並不是沒有人支持 我們的支持者只是沒有站在街頭上面 今天來的人雖然他不是全部坐在一起 因為今天天氣實在是非常熱 但他其實蔓延的人潮數量是不少的 而且跟我們的反應都非常非常的振奮 在過去我們在審核法案的時候 其實我們回到地方去跑行程的時候 藍營的支持者也非常熱情 希望能夠在這個法案盡一份力 我們前面選擇把火力放在通過法案 但是後面要補強論述 讓大家了解國會改革法案 對台灣民主的正面意義 這個學分我們是一定會補的 尤其是 有機會 對台灣人的所以 有機會 而是 有機會 對台灣人的 因為 也會 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